每秒PV里加一 大门呀 但是放屁变得越来越臭吧 哟 按啥 大街上禁止跳跃 因为你的屁太臭了 那我就跳了 你能把我怎么递压 不三伙 没想到这PV里还挺大呀 一屁就能让咱们蹦这么高 这一看就是让我挑战这个臭屁塔的呀 哼哼阿咖 在你的面前有四座超高的屁塔 只要通关 我就会给你一份大奖 不过看你那笨样肯定没法通关吧 坐好啊 作者 你瞧不起我是吧 我这就登顶给你看 我跳 我跳 咋玩呀 菜就要多练 不得不说啊 除了放屁的威力不断上升 要跳的也越来越高了 甚至接下来只要跳一下就 这家伙总算是上来了 也是成功拿下了第一颗猩猩 下一关是 闷屁塔 而且咱们放屁的威力变成了每秒加二 那这不就轻松多了吗 我跳 我跳 这墙怎么比之前高了这么多呀 每次都要好几下才能上一个台阶 我跳到顶部 得好年马月了呀 嘿嘿挖咖 这就过不去了 不如来试试我们的传新玩法怎么样 传新玩法 啥意思啊 当然是来当狗狗的铲屎惯了 只要你每清理一个爸爸 你的臭屁威力就会上升过 好家伙 还有这种好事啊 快看 作者 告诉我怎么清理呀 很简单 你只要把爸爸给吃掉就行了 我想 为啥非要吃爸爸呀 你想啊 放屁不就是想要拉爸爸吗 肚子里的爸爸越多放屁 不就越厉害 好了赶紧去吃你爸爸吧 NOOOOOO 哈哈哈哈 嗷嗷嗷嗷 哎呦我吃不下了啊 如果有人叫PVD 不止第二关 就连第三关也拿不住啊 嘿嘿 作者 我看你还能怎么办 老他 我承认你很强 但我这连环P他比之前的更高 而且这一次我还为你挑选了对手 你肯定没法登顶的 哦小华 小子啊 你怎么来了 好 当然是为了拿神秘奖励啊 怎么样王卡 敢不敢跟我来一场登顶比赛啊 太久了 小子啊 过会儿输了 可不准哭鼻子哟 勇敢勇敢我的朋友 就算明天没有彩虹 哈哈 马上就要登顶了 不知道小华现在在哪呢 什么情况 小子啊 你怎么还在原地待着呢 难不成是打算投降了 是谁说登顶就一定要走台阶的 在你飞进走台阶的时候 我可以一直在心里爸爸 现在我的方便为例子拿的路 现在这冠军我现在必得 哦小华 小华 你这是作弊吧 太晚了 你就看着我登顶吧 哎 what happened 等一下 为什么我还在背哦 嘿嘿 小华 都机不成 吃把米辣 只有真省贵则 这是登顶最快的方法 啊 sigui 阿卡没想到 你竟然通关了 那这臭屁之王的宝座 就归你了 坐着啊 别省下有的没的了啊 你说的神秘奖励是什么呀 当然是永久放屁的超能力 是不是很厉害 啊 大半天 又在坑我呀 他们厕所啊 他们厕所在哪儿啊